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很久没有谈经济了 从6月14号开始,欧洲的股市是全线的下跌 法国CC40指数,意大利的富时MIB指数下跌2% 法国指数本周是跌了6.23% 今年以来累计下跌0.53%,大幅是下跌 法国股市据说本周已经蒸发了市值有1.1万亿元 欧元对美元本周下跌0.92% 法国和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利差一度达到了77个基点 2017年2月以来最高,法国财政部长警告说 无论是极右翼还是左翼上台都可能导致法国爆发金融危机 法国总马克龙14号说,随着国民议会选举临近 法国正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时刻 注意是非常严峻时刻 极右翼、左翼政治集团目前在民调中领先 金融市场是已经赶到关了 欧洲股市14号是集体收跌 这个瑞士的西元牙的德国的 德国跌了1% 意大利是跌了3% 这是法国的政治危机加剧 全球市场现在再次陷入焦虑 当然法国的政治背后是什么呢 咱们要明白 法国的整个的政治背后 可能就是欧洲自主化 可能受到美国的限制 马克龙现在认为是处于非常严峻状态 是没毛病的 他的判断没毛病 马克龙现在宣布新的国民议会选举 政治不确定性在加剧 所以很多人在抛股票 马克龙在七国集团峰会结束的时候说 我们正处于我国历史上 一个非常严峻时刻 存在战争和前所谓有经济挑战 重大问题 战争和经济问题挑战 这个 这有 有这个一批民调结果已经预测了 如果降低电价和汽油增值税 增加共开支支出 国民联盟可能赢 国民议会选举 而且执政 至少两个民调结果显示 左翼之律是紧随国民联盟 就是左翼和右翼都要上台 而且都领先于马克龙的中间派 现在看法国的主要的科技高管都在警告 不管谁上台 左翼还是右翼 都已经是限制了法国成为未来的欧洲中心 法国未来在人工智能要成为欧洲中心 这个现在看已经是没有可能了 现在已经没有可能了 实际咱们要从俄乌战争要谈起 这个事要从俄乌战争谈起 还有最近沙特的十五美元 其实都有关联 咱们要先谈到俄乌战争 俄乌战争为什么不发 其实背后是美国 美国一定不能允许俄罗斯和欧洲组成联合 你打开地图看 非常明显 普京当年是亲美的 就这么一个亲美的人上台 美国人都不放心 所以有人说中国换一个亲美的领导人行不行不行 美国根本就不会是管你是不是亲美的 美国要的是什么 要的支持你欧洲大陆 不管你是谁上台 要的就是你给我拆散 明白吧 所以千万不要去抱那个幻想 普京就是亲美的 他当年当着所有白人面 说我们能不能团结起来 我们就统治世界了 我们全是北半球的 你看欧洲 俄罗斯 加上美国 什么一个北半球联盟 他们的导弹不需要太大的航程 我们就统治南方了 实际就是俄罗斯人要什么 普京当年要跟美国人一起 要当成土匪 一起我们抢劫世界 我永远记得我在沈阳 我在沈阳看到那个俄罗斯 那个俄罗斯的那个使馆的人 那个牛逼样子 这两年年初的时候 沈阳那个使馆俄罗斯人 牛逼样子 就是一个指高潜 跟他们美国土匪没什么区别 现在你是感觉不到的 但是那个年代 我觉得所有人都能看到 他们是指高潜的 看中国人瞧不起的 包括俄罗斯媒体也是 但是现在不是吧 就是说白了 整个土匪圈里边不要你 人说那为什么不要呢 难道俄罗斯表现不好吗 是吧 送的帅哥们你不多吗 不是的 他会应该是这点利益吗 你把美国人想的太幼稚了 美国那个顶级的战略家 他想的是什么 他不是想的这点利益的 他想的是什么 不是你普京亲我 要跟我一起当土匪 咱们一起干嘛 不是的 他想的是什么 他想把你肢解 那又说为什么把你肢解 咱们这个看过十五传都知道 这里边有很多没有讲出来的秘密 美国人手下有两个小弟 一个日本 一个欧洲 没毛病吧 那么欧洲这个小弟 如果再来一个小弟 俄罗斯 假如说是俄罗斯 自认小弟 跟着美国混 但是你作为一个美国 一个老大 你敢用俄罗斯吗 你敢用俄罗斯吗 这个俄罗斯是什么 是要跟欧洲要搞联合的 那我作为老大 我能允许你们两个在底下要搞我吗 其实咱们从14年克里米亚战争就看到非常清楚 克里米亚战争其实就是俄罗斯 已经意识到 他不可能作为美国 咱们说这个整个的土匪集团 已经预言了 那个时候呢 德国 默克尔 包括现在马克龙 其实都想要是用这种和平的方式 把这个欧洲的克里米亚危机 乌克兰的危机给解决 他知道联合俄罗斯对德国代表什么 德国有技术 对吧 有资本 有管理 进入到俄罗斯 那就是巨大的 咱们说巨大的一个经济效应 欧洲和俄罗斯联合 那就说一个独立的欧洲出现了 你说美国人能不及吗 其实在这个维多利亚纽兰 在2010年 2010年就已经是 别忘了 那时候是奥巴马 奥巴马 他的副总统是谁 就是现在的拜登 那个时刻 已经是纽兰 加上拜登 已经在乌克兰行动 可能大家不理解 这个拜登为什么把川普干下去了 整个的美国 奥巴马时期的乌克兰计划 就在这个川普 应该是最后 应该是最后没有按照美国整个计划走 那么他们已经判着我必须要收割欧洲 如果不收割欧洲 因为收割中国太难了 必须收割欧洲 收割欧洲就必须要用拜登 有谁 有谁比他在乌克兰深耕 你看那个整个的报纸消息 他的儿子也送去了 他也在乌克兰 他的纽兰也在乌克兰 这是奥巴马的副总统 那你想有谁比他还适合打这一仗 有人说颜色革命在俄罗斯有颜色革命 其实在欧洲也有颜色革命 欧洲的颜色革命是什么呢 是欧洲的从冯大人上台 一系列的欧洲的各个国家内部的选举 全部都是颜色革命 所以大家理解了 美国不会因为你是亲美的 你们俄罗斯人多么亲美 你他妈就是说了我鸡巴 我也不会让你 不会让你好的 我一定要拆分你 知己 更不会幻想着 俄罗斯人原来幻想 觉得这是傻逼 咱们只能说普京当年非常幼稚 幻想着加入北约 然后加入突围团 收割南方国家 收割南方国家有几个肥油水 美国人的欲望可不是这个 你收割那点国家那几个油水 都不够四家份 收割你多好 俄罗斯加入整个的本约 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 他和欧洲联合了 美国允许欧洲和俄罗斯联合吗 这个大前提大家一定要明白 不允许的 拜登就是他在乌克兰的颜色革命 实际就是要必须让我把乌克兰战争打起来 分裂欧洲和俄罗斯 其实这个颜色革命不光在乌克兰 不光在俄罗斯 还在欧洲 同时没人注意到欧洲整个政治格局转变 就是美国 就是美国的行动 所以美国为了这场乌克兰战争已经筹划了很多年了 操盘者当年的秘密 秘密行动者 整个的行动 团队是谁 拜登 你说他不当总统 谁当总统 迪布斯特不会让他 不让他去 让川普去 你想想川普能把乌克兰战争调起来吗 所以你现在看马克龙现在面临威胁 默克已经不敢吱声了 他在德国国内已经是不敢再吱声了 他当年是真正的想要连接俄罗斯和欧洲 马克龙也想 现在看没希望了 马克龙现在是匈奴极少 这个背后是什么 背后是美国就不允许你欧洲和欧斯 你两个尽管是小弟 但是你们一旦结合 联合 我老大就位置不完 所以作为美国人 他是绝对不允许欧洲独立 也不允许 他实际就是要收割欧洲 因为这个收割中国太难了 他现在都没收割了中国 他收割中国太难 所以必须要一个15万亿美元 这么个级别的一个经济体被他收割 现在只有欧洲 只有欧洲复活条件 这乌克兰战争都打了 还有什么可疑问的呢 对吧 这就是要收割欧洲了 这个欧元 这就是一个标志了 对吧 欧元可能要解体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看欧洲右转等等 实际上是全球资产进入到再估值周期了 包括金价也有可能再进行重新凌亚 其实从大国博弈 地缘政治角度 其实早就看明白了 美国就不允许欧洲联合 现在他成功了 他已经成功让欧洲和俄罗斯闹白了 这是百年不可能再和了 所以要明白这个是成功了 他在欧洲成功挑起了危机 根据俄新社说 习近平应该在三月份的时候 对外国媒体曾经公开表述 美国人要中国 让中国进入台湾陷阱 就是拱火 让中国去打台湾 俄新社最新报答 这是习近平亲口讲 这个话也就是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国人还要在亚洲制造一场 地缘政治冲突 实际就是把中国收割了 但中国没上当吗 当年 你看央行购金 石油美元储备 对吧 就是沙特阿拉伯 美元黄金定价权削弱 对吧 欧元美元 人币降息预期 现在是三大主要世界经济 欧洲美国和中国都要降息 这可是开始拼命放水了 在前夕 互相之间的卡位 看到了 人币占国际占比增的提升 俄罗斯去美元化 也包括去欧元化 黄金的货币属性正在加强 现在看 金价其实就反映全球的自然泡沫化一个趋势 现在美欧的股市进入技术高风险周期 尤其是刚才讲的欧洲的股市 资产几泡沫风险随之即将来临 现在美联储6月的联盟利率基金利率是维持在5.5了 复合市场预期 目前的犹太财团 它主要是收割 全世界主要的是最大限度引导美元回流 高利率加上美债高风险化信号 已经是威胁了美国自然泡沫 欧洲金融风险 已经开始显现 随着美联储 预计美联储距离降息窗口已经不养了 情况下 这时候欧洲如果再不能收割 欧洲央行已经开始降息了 随着欧洲金融风险上升的话 欧洲央行有可能再进一步降息 欧洲还在右一花 欧洲股市在降 欧洲股市重挫 那么法国股市缩水 接近一万多亿 2100亿美元 这种风险其实一定会传导全球的 包括欧洲央行 下一步接下来继续降息 中美欧三大集体同步降息周期 这一定是预示着要给黄金支撑了 但是要明白 咱们不看好黄金 它是收割工具 金融产品全部都是收割工具 你在这时候玩 你玩不过对方 但是咱们要明白 现在这整个地缘格局就是 美国人不会允许欧亚大陆的 所谓的团结 已经成功的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 建了一个铁幕了 是乌卡了 他下一步要在亚洲 重复他的行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描写的